跟大家來播放這個影片 再來看另外一個 這個畫面真的酷炫了 美國藍天使隊 就我知道 專門在表演特技的 其實酷炫的畫面 真的是令人覺得很好看 其實美國 不愧是世界上的航空大國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 它通常大概只有一個特技小組 像你看英國的紅艦 法國的巡邏兵 然後義大利的三射艦 然後或說西班牙的特技小組等等 當然我們上次有看過 俄羅斯的它有兩個特技小組 一個是俄羅斯騎士 它是飛蘇-27的 另外一個是宇燕 飛米格19的 其實是因為針對 它兩種不同的戰鬥機 但是美國不一樣 它是海軍一個 空軍一個 所以像這個 它其實是美國那種Fly Navy 會飛的海軍的榮光 F-18用的大黃蜂戰機 大黃蜂戰機它本身其實是一種 空氣動力設計非常好的戰機 在血統上來講 它其實是我們F-5戰機的一個職子 也就是說它是同一個 設計團隊設計出來的 然後藍天使特技小組 在世界上來說 它其實是以它的編隊緊密 而著稱於是 你看它是使用這種 超音速的戰機對不對 但是他們特別在密集編隊的時候 往往兩架飛機 翅膀跟翅膀之間的距離 不到一公尺 而且是在編隊的狀況下 用這麼密的編隊去轉彎 你那時候可以感受到 他們操控的那種力於美跟精準 可以說是不在話下 另外你看F-18 他美國的藍天使小組 他們這些飛行員 其實就是從美國海軍 跟美國陸戰隊 他們現役的F-18的戰鬥機飛行員 從挑選過來的 進了藍天使特技小組 他這兩年他的任務 就是幹嘛 就是去練習 第二年就表演 而且美國海軍的藍天使特技小組 往往為了要展現 他們比美國空軍的雷鳥特技小組 訓練要更好 他們不穿抗基衣 你知道抗基衣是什麼嗎 抗基衣就是一個很緊的緊身衣 保護自己的身體 不是保護 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你飛機 一做這樣一個動作之後 你會有一個叫做激勵的感覺 平常我們做民航機 它只有起落平飛大轉彎 你大概感受不到 但是一旦它這個飛機 在做坡度轉彎或加速的時候 你就會有這個感覺 我被美國海軍拉過一次機 才只有大概3.5個機而已 那時候你就覺得 你的頭非常非常的重 像我們上次不是跟各位介紹 美國F-35最貴 最新的 然後一頂40萬 40萬美金的頭盔 它為什麼值得那麼貴 因為它很多的裝備要裝在上面 它把它弄得很輕 要不然你萬一飛機故障 彈射的時候 它那個頭盔的重量 變成20倍的重量 會把人的脖子給扭斷 所以我們知道 你只要飛機有這樣的動作 產生的時候就會有激勵 通常正常狀況 我現在是一個機 假設我的體重秘密 假設今天有一個60公斤 體重更重 機更大 對 60公斤的物體 在一機就是一個重力的狀況下 它是60公斤 但是如果在7個機的話 它這個60公斤 就變420公斤 所以同樣它這個飛行員 藍天使的飛行員 就是為了要展現 他們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全身的血 因為抗肌的原理就是 當你在做這種激勵動作的時候 你的心臟 就沒有辦法把你的血壓回來 這時候血全身就開始往下掉 這時候就要有抗肌在充氣 然後把你的血管壓住 讓它血沒有辦法往下掉 然後不會產生 因為激勵而產生的暈血 所以海軍的這些藍天使 就要表現出我們比空軍的雷鳥要厲害 他們都不穿這個抗肌上 孝敬哥 剛才有一段畫面 我想我也很好奇 為什麼他們故意要把藍天使的飛機 去掃人家海灘的太陽傘 他是故意的嗎 沒有 他們其實有時候 也是為了要展現 他們平常訓練 因為他們訓練基地在Pensacola 他們就會利用訓練的空檔 有時候就到Pensacola附近 去逛一逛 飛一飛 而且他們其實每一年 現在是他們的表演季 從3月到11月 每個禮拜都有表演 他們就跑到海灘的時候表演 海灘等於說是 免費給大家看一場秀 因為飛機 其實我跟你講 當你看到噴射戰鬥機 在你前面那麼近 那麼低 那麼大的速度衝過去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種震撼的那種震撼感 非常非常爽的 為什麼你看 每一次空軍基地開放 動輒吸引2 30萬人跑去看的 原因就在這裡 這樣他飛機 那一堆人在海灘上玩 飛機這樣加速 甚至一點 後來就這樣送過去 每個人都會覺得好爽好爽 但是有人飛得太低 其中有一個飛得太低 然後變成說他衝過去的時候 他飛機上那個震撥 跟陽起的那個風 就把你看沙灘上的陽傘 全部吹得亂七八糟 甚至於你知道藍天使特技小組 他們我們剛剛講 他不是現在他表演季嗎 每一個禮拜都有 他在表演的時候對不對 他先到要表演那個場地 他會有一個禮拜 要先預習這個場地 這個時候他會幹嘛 他們會邀請當地的一些媒體記者 如果你有申請 你看像他是一次 一個四級編隊跟兩級編隊 他一次表演有六架飛機 他就會用其中一架飛機 換雙座機 讓這個幸運兒 是幸運嗎 我們也不能講幸運 就是讓他上去 親自體驗 藍天使的這個特技飛行 所以你看每一次 每一次他這個表演的時候 藍天使公佈的 公關的那種照片 就是這些記者上去的時候 每個人都很開心 要上去了 興奮 然後等到上去飛力圈 被拉了機以後 下來每個人都這樣 暈機 真的是很難受